在三体小说第二部中 三体文明向太阳系发射了十个名为水滴的探测器 水滴拥有极为坚硬的外壳 强度超过太阳系中的任何材料 但你知道吗 水滴不只存在于科幻当中 早在400年前的17世纪 人类就已经发明出自己的水滴了 它坚硬到能击碎子弹 但只要捏住水滴的尾巴 它就会瞬间爆裂四肩粉身碎骨 这个神奇的水滴被称为鲁伯特之类 鲁伯特之类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 用高温将玻璃烧到融化 将液态玻璃滴到冷水中 就有机会形成一颗鲁伯特之类 随便找一间玻璃工坊 老板都可能告诉你它成功制成果 如此简单就可以制作而成的水滴 为什么强到子弹都打不过 又为什么只要捏一下它的尾巴 就会一整个碎掉呢 鲁伯特之类的神奇特质 只需要从它的形成过程来解释 将融化的玻璃滴入冷水中 玻璃的表面会迅速冷却成固体 形成一层外壳 玻璃的内壳也会逐渐凝固 同时因为热胀冷缩 冷却后体积会缩小 但内壳没有和冷水直接接触 冷却的速度比表面慢 内壳还在凝固缩缩的时候 表面已经变成了固体的外壳 外壳和内壳相连 外壳却不会和内壳一样变形 所以内壳在缩缩过程中 对外壳产生往内拽的拉力 这就把外壳拽得特别紧实 从而让玻璃的表面变得非常坚硬 内壳对外壳的这个力是一种压硬力 我们可以通过偏光镜 看到鲁伯托之类这种硬力的分布 什么是硬力呢 想象一下桌面上有一块木头 用手指从上方挤压 把木头分成两层来看 上层A下层B 上层A先受到手指挤压的力 可是A没有分崩离析 原因在于下层的B给了它支撑力 物体内部存在着这样的相互作用力 硬力的算法是力除以面积 可以理解为一种压强 单位面积上的内力就称为硬力 鲁伯托之类头部形成的硬力 高达7000个大气压 相当于一只7吨的大象 站在一个大拇指上 如此精密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鲁伯托之类的内部 存在很大的硬力 但由于尾部的体积 或者说表面积非常小 很大的硬力 成长很小的面积需要破坏的力 就不需要多么大了 同时一旦破坏了尾部的结构 还会连带着破坏玻璃的外壳 和内壳之间的树立平衡 所以只要念一下尾部 整个鲁伯托之类都会破碎 这种破裂的原理叫做裂纹扩展 尾部的裂纹瞬间传遍全体 使整个玻璃都支离破碎 裂纹的传播速度 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900米 是音速的5倍还要多 那为什么这个神奇的玻璃水滴 被称作鲁伯托之类呢 其实这和鲁伯托王子关系匪浅 相传这种水滴发明于荷兰地区 在1660年 有鲁伯托王子把这些玻璃制品 带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又于1661年 把这些水滴交给了英国皇家学会 进行科学研究 而后这种玻璃水滴 在伦敦成为了极为时髦的新奇玩具 出现在各种酒吧 晚宴和书店里 被当时的人们叫做鲁伯托之类 皇家学会的一些早期出版物 也介绍了这种玻璃水滴的情况 描述了所做的实验 1665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 通过无数次的观察研究 最后在他风靡一时的科学著作 《显微图谱》中 正确地阐述了 关于玻璃水滴的大部分物理特性及原理 但无奈他和同时代的研究者 对鲁伯托之类列文扩展的理解并不充分 直到1920年 格里菲斯才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公式 1994年研究者们发表了这张 由高速摄影机拍摄 帧率为50万每秒的研究图像 第一次捕捉到鲁伯托之类破裂瞬间 在今天影像技术的发展 让这一瞬间可以更加详尽地被呈现 这些图片和视频 或许并不会让你和我感到震撼 但这对360年前在显微镜下 观察水滴的罗伯特·胡克来说 应该是无比向往的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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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